剛剛同學比較會有問題就是這個做出來 奇怪怎麼是錯誤 可能原因是這樣 他可能是名稱管理員 像剛剛同學是這樣 這個是C1對不對 結果他選到哪裡 他選到這兩個 你如果打勾的話你會發現 馬上錯誤了有沒有 只要是你名稱是錯的 那你就會發生這種錯 因為value指的是指給我的錯誤 怎麼辦呢 你要去檢查 這個錯有沒有 怎麼改 不是這兩個 一個而已 改完之後打個勾 再按關閉 你會發現馬上又恢復正常了 就這樣 所以如果你們應該一定有同學這種問題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VBA寫完 VBA我想我們前面寫過 4I等於4到最下面一列 對不對 然後呢 其實你只要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貼過去 複製貼過去 總共5個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我做完的結果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做出來 我們怎麼做 前面 因為按鈕前面講過了 所以我直接跳到比較重要的部分 一一樣是怎麼 在這邊插入一個模組 二的話呢 在這邊插入一個計算的一個SUB 有沒有 插入一個程序 那程序 4I等於4到最下面一列 那其實呢 我要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DEFGH 所以我在這邊的話呢 就是Sales I列的D欄 等於什麼呢 等於 把剛剛的公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剛剛不是有寫一個什麼呢 直接執行一下 就是這個公式 你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 取消 貼到哪裡呢 直接貼到這個 這個後面呢 本來是這樣 雙引號兩個嘛 你直接把它貼上 但是貼上之後的話 你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呢 這邊永遠都是C式的東西 所以怎麼辦呢 前面講過 這邊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雙號雙號移到中間 AND AND移到 加個I 除了這一招之外 加各位另外還有一招 直接把它怎麼樣 改成什麼呢 改成業期兩個字就可以了 業期 有沒有 剛剛有提到 你除了說用那個什麼 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用 第二招就是說 你可以用業期 這邊的話 你可以給他一個名稱 名稱叫業期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執行看看 有沒有 他會跟著動 用名稱他也會自己跳 另外那個Range EQ這邊也是一樣 有沒有 這邊是G 本來是叫G4 那我 可以怎麼樣 除了說這邊改成 那個I之外 另外有一招 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扣稅或現金鼓勵 怎麼樣 取代這個G4 也就是以後 我們都用名稱來做 用名稱來做的好處是 程式會變得非常簡單 你只需要什麼 把回圈寫出來 告訴他輸出哪一欄 把公式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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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貼完之後的話呢 全部執行 就大功告成了 那清楚的話只是說呢 把後面變成什麼 雙引號 再加上按鈕 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 VBA如果用名稱來做更簡單 什麼東西都不用改 當然最後完成的畫面 在雲端上也都有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今天的一個作業 完成這一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另外的話就是 其中報告 請在4月26號以前繳交 完成 omi ni 感谢观看